大家都很關心卓耀國的問題 究竟現在他的狀況是怎樣 其實我們就因為他的紀律問題 而和他解約 其實我們都基本上老實說 跟足勞工條例 因為他簽約其實三個月 其實對我們的薪金真的不多 因為是一個多勞多得的合約 他如果沒有紀律問題 他出席率高 準時比賽的表現 他的收入是會多的 但是因為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出席我們的訓練 我也找不到他 尤其是我去了考普拉勝那段期間 很無故地失蹤 所以球會根據這些 是因為他沒有出席 也沒有通知球會 沒有他沒有出現訓練 也沒有通知到球會 基本上球會根據老公條例和他解約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件很失望的事情 我自己是特別失望的一個 我相信我認識他都很早 因為在《太陽飛馬》我做了個教育的時候 他是其中一個年輕球員 我很想幫到他 我覺得他是因為他家裡的狀況 所以他很缺乏一個照顧 很缺乏一些長輩的關心 我知道他家裡的狀況 所以我特別想去照顧他 特別想去幫他 尤其是他 其實之前很多負面新聞 我省光杯第一屆 我自己大第一屆 都力排中二去選了他 他自己亦都爭氣 亦都得到外流的機會 所以他外流的時候 其實總結是一個外流 他是一個失敗的外流 因為我們有聯絡 他回來後 其實他也有找球會 我又沒有馬上叫他過來 因為他其實想回大陸 他也想嘗試其他香港的球會 因為元朗老實說 你知道那個budget是比較低 而且也希望用多些年輕球員為主 我也很想 他去到國內那一隊球 散了班 他下不了班 他來到香港 去了其他球會試都不行的時候 我就叫他過來 我很希望他可以在這裏 就算人工不多 都可以得到落場的機會 用三個月時間去證明給我們看 證明給香港球迷 或者外面其他的球隊 他是有能力做這件事的 但是最後叫事與願違 我這當然失望 我自己當然失望 但是也給到一個警惕 我們這一班年輕球員 你如果不好好控制自己 如果不珍惜機會的話 很快的機會就會走 而且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有一個翻身的機會 我相信他在這裏 短短一個多兩個月 給到我們這一班年輕球員 一個很大的警惕 還有我們有一些 可能是同齡的球員 知道他來了 知道他來了這裏 其實是有不開心的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這麼負面的球員 之前我們都聽不少這些負面的事情 為什麼 郭Sir不相信他們 是要去 跟我們爭位 其實他來了之後 那幾個球員 那個訓練是落力了 最後他們現在出來 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多些機會 因為他有這些競爭之後 他們那人著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球會其實沒有任何損失 最後的損失是他自己 但是他來到這段時間 他激勵了很多我們原本的球員 給了很多告誡 我們一些年輕球員 是組織的球員不可以做什麼 怎樣才可以爭到機會 我覺得在球會來說是很精念的